第六百五十几 火星上的课题组 青山祖师当年与那位少女祭祀配合,清除了那些处暗者与叛变的神兽,接引了数十名朝天大陆的飞生者,稳定并且推动了星河联盟高速发展近千年。 在做完最初的那些事情之后,他便来到了祖星开始隐居,与暗雾之海的战争,对飞生者的接引,与祭祷方面的配合,所有的事物他都交给了李将军、曾举以及陈牙等人处理。 他自己再也不理事事,直至景久到来。 这几百年他在祖星做什么?回到人类文明的祖屋,挖掘那些被埋在地底几十万年的秘密,想要知道人类的童年是怎样的,继而为人类,寻找未来的道路。 当然,这肯定是他想做的事情,但不见得是他做的全部事情。 现在人们终于知道,原来他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借助那位少女祭祀与整个星河联盟的资源,把太阳系变成了一座剑阵。 难怪这里一直是所谓禁地,就连那些飞生者不经允许也不准靠近这里。 那我们是怎么到了,随口火星上来了? 现在还不知道青山祖师如何见得这般大的剑阵,但既然是阵,便要守阵法。 有阵书、阵机,就应该有阵眼,有死门便有生门。 夜宵大人看破了生门所在,才能带着我们来到这里。 沈云霾远取玉山,包括童颜都学过青山剑道,但远不及施狗对青山剑阵的天然灵觉。 听到这句话,众人不免有些心计。 如果不是带着一位青山老祖宗在这里,只怕这时候他们已经随着那艘黑色战舰一到,被这座剑阵斩成了碎片。 那艘船也进来了,前辈们应该也不知道这座剑阵的存在,不会有事吧? 剑阵已成,便是主阵者也无法煽动。 按道理来说,入者必死。 若陈亚语恩生这两头装狗,他不见得忍心动杀机。 那接下来怎么办?既然这颗火星是生门所在,是不是出路也在这里? 尸狗低沉而温暖的声音这时候响了起来。 这座剑阵,没有出口。 听到这句话,崖边在此安静,有生门不代表能够离开,这是朝天大陆修道者皆知的道理。 但朝天大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种阵法,因为这种内外绝对隔绝的死阵,有个最大的问题,那就是主阵者的位置。 主阵者若在阵外,要控制阵法运行,便要与阵内发生联系,有联系便有通道。 若主阵者在阵内,那么这座死阵岂不是也把它自己关在了里面? 如果说是普通阵法,还可以强行破支。 就像这座横跟整个太阳系的超大剑阵,青山祖师布阵就花了数百年,难道还要用数百年解阵? 谁都想不到青山祖师居然就真的这样做了。 为何祖师要这样做? 这是自求。 自求?这是什么意思? 他把自己囚禁在太阳系里,便可以把整个世界囚禁在之外的宇宙里。 沈云霾的声音毫无情绪波动。 我们这些来探监的人,也没有办法离开。 这句话有些哲学上的意味,可青山祖师为什么要把太阳系变成有去无回的牢房,然后把自己囚禁在里面? 因为他怕我们来杀他。 沈云霾举起粗壮的机械臂,对着天空里的蓝色星球,像是随时准备发射武器。 牙边的气氛很是压抑紧张,但听着这话,大家还是忍不住有了反应,纷纷表示不耻。 祖师把太阳系变成了一座剑阵? 这与神迹无二,他会怕你啊。 你是不是古典看多了,以为所有的师父都会成功? 你要说祖师怕师叔还差不多,就凭你啊。 听着这些话,沈云霾很是恼怒。 不管是怕警觉还是雪姬,还不是怕。 童言用手指搓了搓眉毛,有些疲惫。 能以星系为见证,有资格谁都不怕。 沈云霾冷哼了一声。 那你说,老头子为什么要把自己囚禁起来? 童言缓缓站起身来,扶着腰,望向那颗蓝色的星球,然后转头望向另外几颗行星,沉默了会儿,然后说道。 他是想再开辟一个朝天大陆。 听到这句话,包括沈云霾在内的所有人都沉默了,隐隐觉得可能真的是这样。 太阳系变成了一座雄伟至极的剑阵,隔绝内外的所有联系,便等于从宇宙里分离出去。 当然不是真的朝天大陆,是类似的存在。 青山祖师是想要为人类再开辟一个避难所,还是只想把人类文明的这间祖屋保留下来? 沈云霾面无表情地摇头。 这座剑阵再强大,也只能挡住我们这个宇宙。 是的,从科医博代出现的那些无形剑翼生成的效果来看,这座剑阵不见得能挡住暗雾之海。 时间还多,一切皆有可能。 童言沉默了会儿,此前谁能想到一个星系会变成一座剑阵? 我不明白,就算以后这座剑阵能够挡住暗雾之海,但三百多年后,别的地方怎么办?难道祖师打算不管人类,就自己一个人活着? 一个人的天长地久?还真是他能做得出来的事。 不,他想熬死景久,至于雪姬那边,不知道他是何想法。 苏子叶声音有些微冷,难道我们就要一直被困在这里? 雪娘轻轻把飘起的发丝理到耳后。 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长时间。 不是青山祖师的问题,而是他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。 只是雪姬和景久还活着,肯定会来太阳系杀祖师。 到时候极有可能被这座太阳系剑阵杀死,或者像他们一样,被囚禁在这颗红色的星球上。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,他们必须想办法破开这座剑阵,去往祖星提前杀死祖师。 问题在于,生门并非是出口,是生死之间的所在。 这座壮阔至极的剑阵,遮住了天空,他们能去哪里? 这座横跟太阳系的剑阵真的无法打破吗? 不,绝对没有无法打破的事物。 经久的耳垂都曾经崩落了一小块,更何况宇宙里别的东西。 想要打破一个坚硬的事物,首先需要知道这个事物是由什么组成。 想要破掉这座太阳系剑阵,便要弄清楚剑阵的运行规则,知道青山祖师究竟是如何做到的。 黑狗趴在崖边,静静地看着远方那颗已经游览转白的恒星。 开始吧。 童言说了一声,沈云埋嗡了一声,操控着机器人从狮狗身边离开,走到牙石之间,伸手展开一张光幕。 与太阳系防御系统相关的资料、画面出现在光幕上,紧接着很多数学工具,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。 雀娘寄出数十面很小的铜镜,分别安置在山口的四周,布成了一座阵法。 没有天地灵气的荒芜世界里忽然多了一些清新的意味。 沈云埋欣赏地看了他一眼,便开始了自己的授课。 与黑色战舰里的那些课程不同,今天他讲的是太阳系防御系统的历史,以及这个世界里的天体运行规律。 比他的声音更快,那些相关数据在光幕上不停转换。 雀娘与童言站在光幕前认真地听着,偶尔问两句。 苏子叶站在稍微远些的地方,看着光幕上的那些线条与函数微微皱眉,不知道听懂了多少。 圆曲与玉山站在更远的地方,确定自己帮不上忙,视线早已投往了火星上的那些风光。 只有彭郎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光幕一眼,不知道在想什么,也许什么都没有想。 没过多长时间,童言与雀娘便得出了与沈云霾相同的结论。 稍待片刻后,苏子叶也点了点头。 这座横跟太阳系的超级剑阵必然是建立在原先的星系防御系统之上,但能量本源与运行规律则是完全不同。 能够催动这座剑阵,隔绝宇宙的力量,只能是太阳与各天体之间的引力。 这些引力纽带形成的某种超空间通道,把青山祖师的神识乃至意志,尽数散与星系之间,然后引发某种粒子散射。 问题在于,如此高的能量等级释放是如何实现的? 深云霾站在光幕前,操控机械臂快速地写着各种算式与方程,提出了多种可能,很快便被童言否定。 接着,他又想出了另外一种思路,又被雀娘找到了其中的问题。 时间缓慢地流逝,远方的太阳却仿佛没有动,火星表面的稀薄空气仿佛凝固了,光幕上的文字与数字不停出现,然后被抹掉,就像是大学课堂上的讲台。 沈云霾站在讲台前,像极了一位教授,只不过做的所有推论都被下面的学生提出了质疑。 他的笔迹越来越潦草,童言与雀娘提的意见越来越少,但建议越来越多,不知道过了几天,光幕上的那些潦草文字、数字都没有了,只留下了一个看着简单,实则极其复杂的函数。 或者更准确地说,应该是函数猜想,就算是圆曲与玉山,都能够从这个函数的形态上看出一些意思来,这不代表成功。 推演到了现在,沈云霾与童言、雀娘都已经非常确定,如果拿不到数据的准确变化,想要凭空推演这座大阵的运行规律,那必然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推演手段,用现代的语言来说,就是数学工具。 问题在于,就算他们是这个宇宙最聪明的几个人,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,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数学工具? 现在他们连方向都没有,更谈不上什么灵感,苏子叶忽然走到光幕前,挥了挥衣袖,看着这幕画面正准备请假离开的圆曲与玉山,吓了一跳,以为他们是等得不耐烦了,想要胡来。 好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,光幕上的那个复杂至极的函数,还是安静地存在着,下一刻发生的事情则有些神奇,数千朵类似魂火的事物,从苏子叶的手指间散出来,落在了光幕上。 那些魂火依循着光幕上的推演过程,开始不停闪动,变得越来越明亮,牙畔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紧张,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那处, 忽然,那些魂火都消失无踪了,只留下了一朵烛火般的小金花。 你们用这些术实,或者说公实,不能说不对,但应该差了三个,不,至少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点。 苏子叶收回仅存的那朵小金花有些疲惫。 不错,我觉得这个问题里,还有一个问题。 童言看着光幕上的那些数字,也发现了那个问题。 那颗太阳静静地处在星系的中间,八大行星围绕着它转动,无法完全静止。 如果青山祖师想要让这座大阵长时间至少超越几十万年时间存在,阵眼就不可能是其中的某颗行星。 那么,这座太阳系见阵的阵眼在哪里? 也许那就是这个函数里缺失的数字。 如果老实在就好了。 玉山听着这话连连点头,在他们想来,不管这个函数多么难解,甚至初始条件都不完备,但只要给警九一些时间,一定能算得清清楚楚。 阵眼在动。 牙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,说话的人是彭狼。 沈云霾正准备嘲弄几句忽然沉默,如果阵眼真的在不停运动,又不是八大行星,那会是什么? 一颗小行星,还是一颗非常不起眼的陨石? 缺少关键数值又找不到合适的数学工具,还剩下一个方法,那就是直接观察,然后进行模拟计算。 童颜调息片刻,毫不犹豫抬头向着夜空里望去,这一眼望见的是真实,只是瞬间她的脸色便变得苍白无比。 雀娘扶下一颗仙丹,也勇敢地望向了夜空。 十余夕后,她收回了视线,唇角溢出一道鲜血,迎着沈云霾的视线,带着倩意摇了摇头。 又过了十余夕,童颜也收回了视线,喷出了一口鲜血。 玉山扶住了雀娘,替她输入了仙气质量。 远取扔了一瓶药给童颜,沈云霾有些嘲笑。 只知道下棋会吐血,原来关心也会啊。 你有本事,你看一眼,苏子叶面无表情,谁都没有本事看穿这座横更星系的大阵,更不要说看到大阵里的能量流动方向与大概数量,找到不停运动的阵眼。 我去看看。 彭狼站起身来,右手落在了剑柄上,狮狗缓缓站起身来,变成了一座黑山,与黑暗的宇宙融为了一体。